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蝴蝶兰 我们养殖的蝴蝶兰因为它的根式是有只根 如果养护不当也是最容易出现 蓝根的尤其使用的借机是水苔 是很难把握盆土的干湿度容易引起蓝根 底部的这些根式已经出现了蓝根空根的现象 由于它正在冒出了非常多的花苞 也不适宜给它做任何的修剪或者是给它更换盆土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是它的花期也是生长期 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就能促使它长出新根 才能让它的吸收功能恢复 促使它长出新根多的话 就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快速生根粉 这种生根粉它不仅富含天然生根或性物体 可以有效的促使脊椎株爆发式的长出新根 让这些根式的细胞快速的分裂分化 那么它长的新根多了 吸收功能就恢复了吸收的养分 都才会输送到极株供给到花苞吸收 它不仅可以促进快速长出新根 而且它所含的大磷甲盐素非常丰富 微量盐素也不会缺失 磷盐素比较偏高 能够让它吸收到磷盐素 助使它快速的开花 如果你家的蝴蝶兰像我这一颗 出现了这样的根式空根烂根的现象 它还处于花苞区 我们千万不要给它修剪掉根式 只能等到它开拜花之后 我们再给它进行修剪 重新给它用过新的借记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